上万人离去,只留下空闲的房子,基本上没人住 而且还有的房子呢,基本上也是卖不出去,无人问津 有的房子呢,可以说面积都特别大 最低的话呢,房子七八百平方,高达也就是八九百亿平方 一套房子刮院子的情况下,仅仅最低的话,卖个三万多块钱,高达七八万元 大家随着我的镜头,咱们看看这样的房子,这个价格值或者是不值 为什么上万人离去呢?来,给随着镜头,给大家现场实拍一下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在这个村子的中央 大家随着我的镜头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在这个村子的这个水泥路上 基本上没有来来往往的行人 显得特别的清静 而又自然 如果再回到也就是说15年前 跟现在的农村绝对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啊,朋友们 另外呢,通过这个视频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在这个村子里边 很多的楼房都是闲置着的 包括通过我手指所指的那个位置 那边基本上都是没有人来住的 包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房子 盖好差不多有一段时间了 啊,没有人住 在我刚刚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有的村民都说了 像他这个房子啊,盖好之后就不想住了 准备一直是把它给卖出去 卖出去呢,可以说价格都特别的低廉了 像这样的房子,他盖的话 花了将来有20万,将来有20万 呃,卖的话 他说了啊,手工费基本上都不够 手工费都不够啊,朋友们啊 啊,三万多块钱 四万多块钱基本上就会卖掉了 啊,价格特别的低廉 可以说农村的房子简直是白在家 啊,白在家 在视频开始呢 还有标题呢,已经和大家都说过 上万人离去,只剩下空前的房子留在农村 啊,这句话呢,想和大家说明什么呢 也就是说在农村目前每个人的压力呢 都是特别特别的庞大 特别的庞大 啊,尤其是我们80后的一些 一些,一些人啊 80后的 基本上 不想留在农村啊 而且 他们的压力呢 都是特别特别的庞大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基本上都外出打工 啊,为什么很多人都离去呢 离开呢 原因呢 也像还在说 比方说年迈的父母啊 他们身体好的情况下 随着儿子一块去南方打工啊 给他们带孩子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这只有这个样子 所以说留下了很多农村都是空闲的房子 都是闲着的 啊,盖好的楼房 都是没人住 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连这楼房的窗户 都是没有的 是不是,朋友们 咱们呢 呃,给大家换个角度 另外一个方向给大家拍摄拍摄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原因呢 我相信你比 呃,看过之后呢 更加的清楚 来,咱们换个镜头 像这些房子呢 都是 空闲着的 后面呢 也是盖好的一些楼房 都是没人住的 你看到没 像这个房子也是一样的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 很多的秀在上面 这个大门呢 也是 这盖好的房子 可不是一家两家 新房子 新房子 都是没人住 这里呢 也是这一家家伙的房子 也是没人住 所以抢个镜头 这一家也是的 这一家也是的 朋友们 只能在过年的时候 他们回来一次 才可以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也是的 在这村子们 路波动很好 上面有很多的 这个积水 另外呢 大家看到的这个房子 特别有纪念意义啊 朋友们 这个房子 至少也有个五六十年了吧